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之前我們介紹過的GIF動畫 是安裝在電腦裡面 所以安裝在電腦裡面有一些問題 就是可能會有些電腦有相容性的問題 無法安裝 或者是安裝完之後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會沒有辦法正常的執行 所以我們今天在講一個蠻簡單的網站 這是瀏覽器 所以它不管在Windows電腦或是Mac電腦 只要能夠上網都可以 那你就先到這個gifmaker.me gifmaker.me這個網站 那就是這個gifmaker.me這個網站 然後進來之後就到這裡 第一頁很簡單很簡單 upload image就是上傳你的照片 那因為gif檔案就是從多張照片去疊合 然後讓它重複播放 所以譬如說我現在隨便選 一張兩張三張 按住Ctrl鍵 如果你是那個Mac的話 你就按住Command鍵 然後點選 點選 點選 就可以一次選三張 通常 gif的那個動畫不要太大 因為它是會動的嘛 所以容量會很大 假設是三張去做疊合的話 輪播它就會佔三張的那個容量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示範的話 我現在選小一點的 譬如說這一張跟這一張 然後這一張 一張都只有200多k 按開啟就當 它就幫我上傳上去了 那最好的狀態下 是每一張的長寬大小都一樣 這樣才不會很奇怪 你看我現在這個長寬大小不一樣 就會產生旁邊 你看會有白邊 或者是上下有白邊的狀況 這不是好的情形 最好是三張都是一模一樣的大小 然後這邊呢可以去調整 調整它的那個長寬 長寬 那它會做等比例 所以你看 百分之最小是原本圖形的一半大小 所以百分之五十 變成說400剩下266 那看你原圖大小多少 你可以百分之百不要去調它也可以 原圖就會依照原圖的大小 那我現在故意把它縮小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 變換的速度 就是圖跟圖之間的變換的速度 如果你把它調高一點 你看它就變比較慢 變比較慢 那你如果調最低的話 它跑最快 一直跳一直跳 那這個是0.5秒的狀態 那你如果調一千的話 就等於一秒 一秒換一張圖片 假設我們一秒換一張圖片好了 好 那這個0是代表一直重複循環 不斷的循環 那如果你打1的話呢 它就只循環一次 然後就停住了 那我們現在 就讓它 維持0好了 就讓它不斷的循環播放 那底下這個音樂 我們就不要管它了 因為我們GIF圖檔 它是不會有音樂的 然後就按第一個就可以了 就是Create GIF animation GIF動畫 按一下 它這邊再產生 產生完畢很快 它這邊就可以看一下 View 就是看你的 或者是直接下載 那我們現在直接點擊View 就是去預覽它 好 這個就是GIF動畫產生的效果 你剛剛的設定值產生的效果 你看每一秒換一張圖片 好 這邊就有一個 Download 或者是你直接在這邊按右鍵 然後另存圖檔 也OK 也OK 譬如說我存在左面 然後按一下存檔 存檔完畢之後 我把它點開 好 你看 它會用瀏覽器 看你是什麼軟體 因為我沒有安裝那個 其他的看圖軟體 所以它可能 直接開瀏覽器 直接在瀏覽器就可以看到它在動了 那GIF動畫 它只有在瀏覽器的狀態下 譬如說你上傳到網站 它會動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 呃 呃 譬如說Photoshop 它是不會動的 但你放在PowerPoint裡面 在製作的過程中它也不會動 可是在PowerPoint的播放狀態下 它是會動的 OK 那通常我們是放網頁 那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說 假設你今天是把它放在那個 呃 Weberley的 從Weberley後台上傳一張圖片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再去把它放大縮小 拉大拉小 這樣它就不會動了 因為在Weberley裡面 你直接上傳它是原圖 可是你放大縮小之後 它就是 另外一個縮放的圖片 它就不是原來的圖形 所以如果你是放GIF檔會動的 你在Weberley後台上傳之後 就不要再去放大縮小它 要維持原圖 它才會動 你在Weberley發布的時候 它才會動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方法去製作這個 GIF動畫 記得就在這個網站 gifmaker.me這個網站 OK 好我們這個這一節講到這邊